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个小视频 小视频里提到 电视台带着摄影机走访了一个富有的家庭 这个家庭的女儿16岁了 可是她吃饭的时候还需要妈妈来喂 穿袜子的时候也需要妈妈帮忙 在许多人的眼中 这个小女孩算是废了 我只有一句感叹 大千世纪家庭真是无奇不有 在电视台摄影机的录制之下 我们看到这个16岁的小女孩 说欺负弟弟就欺负弟弟 毫无顾忌电视台在拍摄她的 毫无顾忌完全是丧失了羞耻之心 为什么呢 因为隐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平常在家里欺负弟弟惯了 面对着摄影镜头也控制不住自己 也完全的表露无遗 让人对她是完全没有指望的感觉 那这个小小的真实的暗地 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我们应该如何过我们家庭的生活呢 各位应该用一个方法来帮助我们 想象一下假设一下电视台今天要来采访你 摄影机要拍摄我们家庭真实的生活 请想一想我们家庭的生活可以直播吗 能够入得了别人的眼睛而不感觉奇葩吗 我们不会感觉脸红吗 或者是我们家庭的真实生活是不堪入目呢 家庭的生活非常的重要 我希望大家都用这样的态度 来面对自己家庭的真实生活 想象有一台摄影机 要转播直播我们家庭的生活 各位别人看到我们家庭的生活 我们会不会感觉脸红 还是很坦然 和是很自豪呢 祝福你 愿你的家庭生活都能够幸福美满